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手,欢迎收看本期的观众,来观战吧,48G小果冻双排,遇到琴子小姐姐,哇这套阵容 怎么他打雕刻加不搬机械似的吗,这个很少见啊 就不会又是他想打女巫然后被搬啦 不过还可以上来遇到了娃娃 但这个时候其实追娃娃风险很高的,追娃风险很高的,就是娃娃这边溜着溜着溜着,离戒屎本体越来越远了 那这样的话你这边再去找到戒屎整个开击岛的一个时间点就会玩很多 诶这边,看这娃娃了,夹一下,再回来,给他一刀,好的 打了两刀的娃 对于存在感来讲的话,其实挺香的,对吧 你击到戒屎怎么地得两刀吧 万一中间雕像有打一刀伤害一出,这还二阶了呢 雕像继续封,追到这里开车走 嗯,过去有闪现的,这样,雕像一夹嘛,也可以,追一刀呢,也不错到二阶了 用兵来救还不一定救下来,这边是小狗子,想放来保一波 雕像夹,这边想闪进去,是不是想闪进去,因为那边有漂亮,这波闪现 这波闪现的话,过来有一刀的机会到二阶了 虽然说,我觉得放戒屎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选择吧 但是,因为我们上一把看也是,就上来遇到机械师那真的是挺香的 但这种局,就最怕上来你遇到的是个什么,祭司 游拆什么的,呃,游拆的话,其实你还真别说啊,这游拆,牵制一阶,雕刻家有的时候还蛮厉害的 祭司打洞过来,一刀追,两个人穿洞走,那边有大洞 不过走大洞,不一定有用,不一定有用 再穿一个洞走,因为你穿大洞,这边他可以投坟场的 打一刀,找你,那摸,摸不起来的,投一个坟场,对吧 你摸的那个人要一起受伤的 因为看了一下位置 这里的话,这波大洞,嗯,没有摸就还行 没有摸的话就是,延缓了你什么呢,延缓了你挂人的时间 对于穷子来讲,也算是一种牵制 但是负面是什么呢,负面就是幽命的机子被干扰了 这边幽命的机子能晾吗,晾了那还行,晾了就不亏 晾了的话对于穷子来讲赚的,你这边走过来一段时间 反而是我这边多拖了一会儿了,祭司被利用一个洞去躲掉这里雕像的伤害 可以,那对于,求者来讲,嗯,你说真的要拖到这台密码机点亮吗 啊,我觉得也有点难啊,博命,哎,这边一刀,哎,我去,这个雕像 就这里,你说真的要拖到博命结束 就算啊,刚才优兵救下来20秒,我们机子差50%,其实也不太够的 但这波没救下来呢,那对穷子来说就直接炸裂了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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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司小姐姐真的是打什么都厉害啊 这波推,嗯,这里其实可以管机子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他切尸场 切尸场,呃,这个尸场我觉得也行吧 因为求者这边已经几乎接近于什么呢,就是最后一波了,强弩之末了 你这边重新修一台,机子不太能够修得出来了,我只要守住这一台 因为他的状态很残嘛,那我这边只要能够再击到一个人上挂了 你这边机子被我踹掉了,修机子,机子不够,然后状态又不好,救不下人来的 这边一波推,直接秒一个,我去,挂上就行了,挂上就行了 这祭司佣兵都是一个雕像倒地的,没得打了,他而且还要再挂过去 手术柴机子,外面修,可以修,但是你救一定是救不了的 这边投封场,来找人 用兵,这边要等,要拖,用兵拉死脚,等,对 要最后一波,但是前提是这里,祭司要躲掉这一个,这边雕像一盒 如果能找到的话,时间上面来讲,佣兵只剩一个护兵过不去 漂亮,这个雕像,这一把他在打佣兵上面的几个雕像 真的是太吓人了,太吓人了 但我是不太建议就是我们,出学或者刚开始玩雕刻家的观众放机械师出来的 这个局其实是一个非常吃开局的局 就这个局上来但凡遇到的不是机械师 我觉得求生者都很有机会能够打出一个四人开门站 这里的话祭司有没有就会跳个地窖呢 挂上以后找一波祭司 地窖是在鬼屋后,这个位置祭司根本冲不过来 就只要他,对吧,想要追四就守着地窖口,其实就可以了 守着地窖口就可以了 祭司沿边线绕,沿边线绕,这个是比较聪明的一个选择 贴边绕,这样的话你头坟场都不一定照到我的 因为你的坟场一般来说,不会照到特别边边角角吧 对吧,因为你照到特别边边角角呢 这个坟场的一个范围当中很多是浪费的 一般都是,对吧,照到一个比如说中间的位置来看一下的 这里往前点,耳铭马上出现了,耳铭有了 那应该是结束了 这局哪怕强如487小果斗这样的顶级选手啊 也没办法,因为就是雕刻家上来一个天狐开马 遇到鸡尔时了,压着你,压着你 这里我们看一下祭司 没有太多的操作性啊 就这个点位被架住了,你往哪儿冲吗 你根本冲不下去,地窖离得有点远 你在鬼屋里面被架住 那可能还能想办法冲一冲啊 很帅啊,很帅 感谢大家说,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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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